其實叉燒, 照計算 應該最好是香港的 有些人說是溫哥話 但我吃過這麼多叉燒 最好吃是這一間 我意思不是說馬來西亞 我意思是說全世界 這間叉燒 不是那麼多本地人知道 是我在馬來西亞當地的朋友介紹 他的老闆好像學了 跟20個以上的燒鴨師傅學的 原來馬來西亞的燒鴨師傅挺有名 他的叉燒 首先大家看到 他真的是一個焦邊叉燒 以前老人家常說焦邊叉燒就是這些 還有香港的叉燒 他主要是用梅頭 或者我經常做的第一刀 我就看到這裡 擺明是腩肉 其實有肉在這裡 整塊是肥的 其實死前, 每個人都會想想 死前最想吃甚麼 那我一定是叉燒飯 很多人都會以為是鮑魚、貴的食物 但原來全世界的死人 美國最多是吃炸雞和漢堡包 這是我們很基本的食物, 即是燒雞飯 都是一些很舒服的食物 包括有糖、絲芳、澱粉 但怎麼猜到 來到馬來西亞才吃到最好的叉燒 我想以前香港的叉燒也是這樣的 不過隨著年代的不同了 大家都追求健康 外景的飯吃不夠 外景的飯吃很多吧 你是哪家電視台的? 有老老老可以左上角 你們這麼好的嗎? 這燒雞飯這麼漂亮嗎? 他們是慈雲山那間 他們是慈雲山那間 先去吃幾碗飯 這道燒肉也是很燙的 收到嗎? 但是這面比較乾淨了 多吃一點 我不是吃不到 肉燒肉 所以你還不知道 我會吃這個 皮肉乾燥 我也不會吃的是 我們來吃這個